美国总统拜登欧洲行 先是和英国首相强森举行双篇会谈 拜登和强森套交情地表示 他们的共同点是娶到好老婆 两位夫妇还特别造访附近的海滩 夫人们脱下高跟鞋玩水 强森的小孩坐在沙滩上 有一头和他爸爸一样的乱法 而拜登夫人急而穿的外套背面 有英文的爱这个字代表带来美国的爱 拜登和强森见面的时候 并没有握手而是选择手肘互碰 而为了巩固英美特殊的关系 两国签署了新版的大西洋宪章 强调深化多项议题的合作 会后拜登在记者会议上 再度强调与英国的特殊关系 然后宣布美国将捐出5亿剂的疫苗 拜登强调美国的军事 拜登强调美国的捐献没有任何复杂条件 在这之后没有多久马上获得响应 强森也宣布英国将捐出1亿剂的疫苗 另外机器也就是七大工业国 计划在明年至少捐出10亿剂的新冠疫苗 以协助全球八成的成人接种 目标是在2022年底终结新冠疫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